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 别跑啊 我 不走啊 我 不走啊 我 不走啊 娘 我 不走啊 他们走啊 娘 我舍不得啊 我 不走啊 你们这上哪啊 谁知道哪 走哪儿端哪儿吧 这位客官不是本地人吧 这都是你的家眷 安老子娘 死活不搬家 可不搬家怎么成呢 这条黄河呀 说不成什么时候 就把咱们道口的庄稼都吞了 这么说 你的家年年搬 安老子娘就年年这么闹 今年呢 又有了新说法 说有了这黄河大堤 今年不会过水了 也不用搬家了 那为什么还搬呢 习惯了 你老兄啊 好几身会打算 依你看 这新修的大堤 能挡住水吗 能 那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担惊受怕呢 吓怕了 习惯了 爹 咱们快走吧 走了啊 走吧 听见了 听见了 林文静 在这儿推行新政 又做得贵草窃 怎么能不受到人家的非议呢 治理名言 王爷 时候不早了 直奔学府衙门 快走 还得抓紧时间呢 快走吧 天大人 您还想火上浇油吗 那你说怎么办 很简单 接受他们的要求 叫他们马上复考 要求 什么要求 你知道啊 何必问我呢 你以为我会答应他们的要求吗 答应免他们的一体当差 让他们休休闲闲 吃国家 吃百姓 我告诉你 也告诉你们这些居心叵测的人 不要做这个梦了 只要我田文静在河南一天 世神就要纳粮 就得当差 就算我田文静死了 河南也得实行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这是皇上的旨意 天大人 天大人 什么 宝金王来了 快去护卫 他掉了一根头发 我砍你们的头 这 天大人 不合义 您要看 这个念念 解解权吗 我跟他回来 走开 没人 扯下来 什么呀 不是啊 今天 我给你们说个故事 这故事 是礼福说给我听的 说是有一家人 祖上几代 都没有出一个秀才 到了这一代 做父亲的发了狠心 这一年呢 两个儿子都去参加考试了 剩下两个儿媳妇 跟着婆婆在家里 蒸酒熬糖 烧菜做饭 等着他们一考取 就大摆酒席 宴请宾棚 大热的天 两个媳妇 都累得汗流满面 突然 暴喜的来了 原来是大儿子考中了 一家人啊 都高兴得不行了 婆婆赶忙跑到厨房里 对大儿媳妇说 好媳妇 你丈夫考中了 快到外边 凉快凉快吧 大儿媳妇 借下围裙 到外边凉快去了 只剩下 小儿媳妇一个人 在厨房里 辛苦流泪 等了一会儿 报喜的又来了 原来是小儿子也考中了 小儿媳妇不等婆婆叫 就扔掉了锅茬 姐姐围裙 大声说道 我也到外边凉快去咯 这么大热的天 我想你们的媳妇 也都在家里 等着凉快凉快吧 十年寒窗 一朝高中 快和如知 难道 你们就真的这样 放弃了自己的功名 和家族的厚望 你们不要了功名 难道就不想一想 这不正是伤了 父母妻儿的心吗 这不正是 令亲者痛 愁者快的事情吗 保亲王 您讲的都对 但万生仍然要问 像我们河南这样 就是考上了功名 又有什么用呢 什么叫功名 功就是为国建功 名就是名垂青史 如果读了书 只想着 如何多捞银子 多置地 就是当了官 也是贪官 功在哪里 名在何方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受不了 田大人 对读书人的作诫 他是怎样 作近读书人的 他派差役兵丁 赶着读书人 去当苦差 这难道不是作诫 记下来 这 还有什么 你们都说出来吧 田大人一口气 把罗震帮等四名 近视出身的官员 全都参免了 我们不服 还有什么 我们河南人都忍受不了 田文静这样的酷吏 请转送皇上 把他调走 现在 我只能回答你们一句 你们的话 我都会如实地 转奏皇上 但是 对于你们今天的罢考 我极不赞成 你们想想 一个农夫 辛苦地种地 到了收获的时候 他说天上的太阳太大了 地里的庄稼 我不收了 行吗 你们 辛辛苦苦地读书 到了考试的时候 只因为对官府 有些意见 连功名也不要了 行吗 何况朝廷的王法 学院的规矩 都是不允许的 现在 我叫你们立刻复考 凡是现在进考场 参加考试的 就既往不就 若是再有不进考场 甚至继续闹事的 就是和我过不去 和朝廷过不去 立刻割掉声援的功名 按照王法之罪 田文静 陆生南 在 我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都起来 到考场去 河南声援霸考的消息 迅速传到了北京 立刻在朝野之间引起了震动 田文静成了世人眼中的罪魁 直立总督礼福 河南学政陆生南 上哲直见 一时间 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签名吧 落实了 皇上不能撕不能撕皇上 但大清的皇上是不能撕臣下的褶子 你说什么 但大清的皇上是不能撕臣下的褶子的 这是这是这是总训哪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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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查吧 叫他们查吧 八野党在哪 八野党在天下人的心里 当初我为什么不叫你们掺和 现在明白了吗 你们一掺和 他们就有了借口打击八野党 不掺和 不掺和他们要面对天下的读书人 记住我的话 先静静地看着 看他怎样对付那些青流 查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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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和八野党在这些人和巴克他们确实没有什么联系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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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是清流 其中有很多人 还是有名望的清官 比方说李福 皇上 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对田文静 略加惩处啊 不 朕绝不会惩处田文静 田文静不是诺民 不是年耕尧 何况他们这么做 表面上是冲着田文静 可是骨子里 却冲着新政来的 冲着朕来的 可是河南罢考一案 震动太大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清流 都给得罪光了吧 任何人不管谁 干扰新政的推行 朕绝不让步绝不呼吸 哪怕是得罪了 全天下的读书人 朕也在所不及 皇上 我不管你现在听得进去 还是听不进去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您还得忍下来呀 有酒吗 跟我来一口 阿兰 阿兰 给皇上把酒拿来 算了 朕一个人出去走走 阿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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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愿三岁没娘 不愿五更离床啊 去睡吧 皇上 皇上 我来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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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好 你很凌厉啊 你很凌厉啊 好 好 心上一把刀 你知道是个什么字吗 忍字 真是不好受啊 朕知道你每天在侍候朕也是在忍 是吗 其实在这个世上 谁都得忍 谁的心上都有一把刀啊 你是皇上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还用得着忍吗 你说的不对啊 比如说 对这些上折子的官员 朕就得忍 再比如说对允提 朕也得忍 他身为臣子 处处跟朕作对 朕却不能治他的罪 只能让他受灵去 您这也叫忍 把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关在哪 必死好不了多少 你想回到他身边去 到时候 朕会放你回去的 朕华 破坏 朕卤 封身 封身 朕一封明明 大夫 有没有没有人 怎么 都不说话 不是超车的让朕 到军医处来议事吗 请问皇上 这百官联名上奏的折子 什么时候能够预批下来 这个折子 朕还在看 是准还是不准 都请皇上早点批了吧 百官们每天都在催 臣等没法跟他们解释 那就不要解释 我大清的祖训 折子是不能留中的 你怎么知道 朕要把这些折子留中呢 那您就赶紧批呀 你说说 该怎么批呀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 皇上您想怎么批就怎么批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不能把折子给淹了 朕不想说你们 也不想说那些 联名上折子的官员 朝廷已经派保亲王弘历 到河南查访去了 这你们都知道啊 而且百官们也都清楚啊 现在朝廷的钦差都还没回来 就算是田文静错了 错在哪啊 应该怎么处置他呀 总该等弘历回来 说清楚了在意吧 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上折子 又这样迫不及待的 催促朕 要处置田文静啊 你们解释给朕听听 李泽权 弄在带 这份折子啊 朕批一下 你即刻让人送到户部去 光一个河南就够了 云贵不能再乱 这 皇上这话问不倒我们 田文静在河南的所作所为 是有目共睹啊 何必非要等到宝亲王回来 再做处置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就再等几天 等宝亲王和刘墨林回京再说 要是宝亲王 也偏胆田文静 那怎么办呢 不行 咱们得劝谏宝亲王 让他为天下读书人说话 八爷来了 去 说我不在 好悠闲啊 八叔 给八叔请安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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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下朝路过这儿 有一件事顺便想和你聊一聊 那 那到屋里坐吧 不了不了 这儿就挺好的 去外面看着 把门关紧 任何人不如你进来 这儿 老三哪 不是八叔我说你 你可不能就这样 打了十日啊 他也不想这样 可又能怎么样呢 可人家不这样 你看看弘历 这几年 不断地当差 不断地结缘 不到两年的时间 人家就被晋风亲王了 可你这当哥哥的 到现在 连个郡王都不是 别说了 八叔 不愿意听 那就振作起来 争口气 八叔 您打小对我好 这我也知道 但侄儿也不是小孩子了 您的心思 多少我也知道一点 您 您就饶个侄儿吧 让侄儿安安生生地 过几年快活日子 我说三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还能有什么意思 难道八叔要害你不成 张庭路的供词 攥在您手里 要害我 您早就把那个东西捅出去了 你把八叔看得太低了 张庭路的供词 拿去 八叔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为什么不这样做 谢谢八叔 谢谢八叔 哎呀 三儿三儿三儿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扫了 好了好了 现在 你相信你八叔了吧 看你说的 侄儿什么时候不相信您了 既然相信八叔 就听八叔一句话 振作起来 同弘历争 八叔 不是侄儿伯您啊 说句不中听的话 您可不要生气啊 有些事情啊 就要认命 就拿您来说吧 您争了几十年 可是现在又怎么样呢 什么使命啊 说给八叔听听 红历 是皇爷爷看中的人 太和殿那个位置 迟早是他的 这个谁都知道 只是不说而已 同他争啊 我能争得过啊 照你这么说 现在的皇上 就应该是你二大爷 而不是你阿玛 赞尔 你和八叔不同 我是过来人 当时 有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 也没有一个人指点 因此 好多好多的机会 都白白地失去了 可是现在 八叔的失败 就是你的本钱 记住 只要你自己振作起来 就不会重蹈 你八叔的负责 你明白吗 八叔 您为什么要帮我 就是要为了和你阿玛 争个输赢 争赢了呢 那你就封我个铁帽子亲王 就这些 赞尔 你看你八叔的头发 都白了一半了 像八叔这样的年纪 还有什么念想 其实啊 什么铁帽子 不铁帽子亲王的 我根本不在乎 不过 我只是想 把我前半辈子 在我自己身上输掉的 后半辈子 从你身上赢回来 不对 一定能赢回来 八叔 你叫我 干什么 红尸 现在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敢不敢干 来 公使啊 听你八叔 慢慢跟你说 这儿 明天 你怎么能不能赢回来 我 这么急 你怎么没有赢回来 我 你们都是来接保亲网的吧 是啊 四弟 三哥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啊 来啊 带客人们去休息 四弟 我深时就过来接你们了 知道你们一路辛苦了 这不 让小的们备了韭菜和热水 你们在这歇一休 明个一早咱们一同进城 怕潮原门码头少不了官员接你呢 不至于吧 出什么事了 走 他们为什么要接我 对 汉林院 督察院 国子界 还有六部的文官都会来接你 这么大的排场 是黄阿玛的旨意吗 不是 是他们啊 自发的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还不是为了参导田文静 想让你说话 这可是不正常 是不是 我也这么想 他们上百人 联名上折子 又都是清流 这股气势 像是不扳倒田文静 他们绝不罢休 黄阿玛呢 讨讨人家是个什么态度 黄阿玛也是没办法 说是等你回来再做决定 三哥 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 四弟 我是担心你 这才在这等你 给你报个信 你可要拿定个主意啊 四弟 你是个聪明人 不用我多说 这边是整个朝廷的文官 他们后面是普天下的读书人 而那边呢 就一个田文静 就是瞎子 也知道谁输谁赢了 多谢三哥的提醒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 这我就放心了 记住 宁愿得罪一个田文静 也不要得罪了 普天下的读书人 天快亮了 咱们睡两个时辰 好 明早一起进城 弘历啊 朕好难哪 朕实在是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放下义气 替国家想想 替朕想想 非要为了少数人的私利 阻挠新政 换案吗 儿臣认为 新政绝不能停止 田文静就是有错 为了新政 也绝不能处置他 好 有你这句话 阿玛心里就踏实多了 苟立设计 虽千万人误王意 让儿臣跟他们去斗 就是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 儿臣一个人担下来 起来 坐下 听阿玛跟你说 你皇爷爷殡天的时候 曾经对你阿玛说过 他毕生的遗憾 就是明明知道该整顿励志 推行新政 却没有这么做 把这个担子 交给了你阿玛 阿玛不能再带着这个遗憾 把祖宗的江山设计 留给后人 要得罪人 要留下骂名 你阿玛一个人担起来 你记住啊 任何时候 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读书人 在这方面 你要选你皇爷爷 不要选你阿玛 皇阿玛 我等他 臣等恭请圣安 都起来吧 谢皇上 今天叫你们来 是就田文静的事 给你们一个答复 刘沐林 臣在 你刚从河南回来 你来回答他们的问话 喳 三位大人 请问吧 请问河南的声援 为什么罢考 表面上 是因为田文静 罢免了罗振帮他们 实际上 是反对 士绅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他们为什么反对 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是因为新政本身不好 还是因为田文静 事情新政有偏差 李大人问这话 我无法回答 但是我这儿 有一个价目表 是我和宝亲王 降察得来的 我给皇上 和众位大人念念 念 你念 这 这是河南这几年的 粮价和百货价的对比 田文静到河南以前 那儿的粮价 最高是六千五 最低的时候 也是五千 田文静到任的第一年 就降到了四千五 第二年 降到了三千七 今年 是三千四 来 让朕想想 三千四 这不和江南 丰年时候的米价 一样了吗 皇上圣米 正是这样 念吧 接着念 除此以外 市场上的绸缎 布匹 竹器 还有油 醋 柴 茶 青菜的价钱 都比原来低了一半 还有 河南的黄河大敌 也基本竣工 臣和宝亲王一路 都是沿着大敌走的 修得十分坚固 今年的夏训 洪水很大 却没有一亩填土被淹 也没有一个灾民外流 好了 这 刚才你们也都听到了 朝廷委任官吏 管理地方 是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国际民生 朕在河南 实行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的新政 是为什么呀 也是为了国际民生 田文静就任河南总督以来 为地方 为百姓 做了那么多好事 怎么这些折子里面 没有一个人提到啊 反而有那么多人要参他 朕实在是不明白啊 究竟什么样的官 才算好官呢 好了 现在河南的生员都复考了 至于为什么罢考 朕慢慢回去查 这是你们 参客田文静的折子 朕现在退还给你们 望你们端正心思 不要意气用事 另外呢 回去跟这些联名